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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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 直接就繼續我們下一場議程 那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在關心股市 有的話 應該對三組資訊應該不陌生 他們用了 他們開發很多的APP OK 好 那我就不多說了 就請我們K-1來跟我們 分享一下他如何 跟我們世界來分享他的Library OK 謝謝 好 那我是K-1 那 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呢 其實 剛剛如果大家有在11樓 聽那個大會議室的話 那一位講者他也是 把自己Library 就是publish出去到Mable Central上面 對 那我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是因為 大家自己是開發者嘛 可是自己開發者 我們都是用比如說像 Apache的Library 然後比如說 什麼Stream Util那些的嘛 可是沒有想過說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東西 把它發布出去 讓大家使用 對 那這個我覺得是 還蠻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雖然大家常常 常常說不要自己做輪子 可是我覺得做輪子 其實也是一件還不錯的事情 對 像我自己就把一些Library 對 像是說我之前有做個Map Controller 它是Android的那個Library 所以把它發布出去 還有像之前有串那個中央氣象局的Library 那你只要串那個Library 你就可以直接去知道說 我今天或之後幾天的一些 氣象預報的資料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樣的一個東西 可以讓大家比較輕鬆的去 比如說你要串Open Data的資料 這樣可能還是比較上手的 好 那我是K-1 OK 然後 我是在 現在是在那個 上路資訊 然後這邊主要是開發以Java為主 然後我是Backend的工程師 對 那 我們這邊雲端部門主要是以HBase Hadoop的架構來做 所以明天的那個DataCon 我應該也會再到處四處晃晃看一下 對 然後目前就是比較喜歡看一些 比較屬於軟體的軟技術 像Git或是DevOps 就是前一兩個禮拜大家有去聽的話 應該有聽到我有講Git的東西 對 然後熱愛開源 那下面幾個是我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OK 好 那因為我今天是請公駕過來 所以要介紹一下我們公司 那我們公司是三途資訊 那大家就剛剛那個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我們公司 就是大家如果有買股票的話 應該大部分都是用我們的那個行動股市 或者是一些券商的那些App 對 所以百分之百 現在百分之百應該都是有 看到應該都是我們的那個行動下單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像是說那個 行動銀行 像你們用什麼華南 土銀 台銀 郵局 台銀等等之類的 那些有一些那個行動的那些股市的App 應該那個 那個銀行的App應該也是我們做的 對 然後我們自己也跟 某大電信商做了一個集資通訊軟體 企業內部在使用的叫Qme 所以大家可以去使用看看 那它是屬於那個企業內部用的 所以比較不是說像一般Line這樣子 它比較符合在內部做溝通用 對 然後最近有開發一個新的App 是MyCoin 它主要是 就大家自己有在挖礦之類的嗎 那個是我們現在 我們我們的那個 它是可以看那個即時的那個行情 對 就是串一些交易所的一些那個資料 對 然後一些相關的一些其他的App 大家都可以去用看看 好 那今天主要有三個東西要講 第一個是如何去input library 這個其實重點是在於後面的這個 如果去產生這個Library 然後給大家去使用 這邊應該講publish比較好 然後再來一個是說 其實大家在做寫Library 或者是在開發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應該要注意的是 你的那個vergen要怎麼去定義 對 還有你的那個trangelog要怎麼寫 然後我這邊也會提到一些 跟git相關的一些東西 好 那我們來下來看一下 我們一般傳統用Maven 或是你在寫Android的時候 用那個grindle 的話我們要怎麼去input library 那大家應該都有看過像是這樣的東西嗎 就是你在Maven上面那個pump檔 我們就有一個dependency 然後有grooveID artifactID跟vergen 這三個是一定要必備的資料 然後下面這個 因為你是用Maven的quickstart的話 它一般會產生這個 Juni的這個資料出來 這個是Maven它一般呈現的 的那個pump檔的形式 那其他的資料我就 中間其實上面有一些資料 比如說你的那些對於這個project的一些資訊 我就不多說 因為我今天主要是講library的東西 那如果是grindle的話呢 它就長得像這樣子 因為大家應該這邊有寫Android的 然後前去年跟前年 然後像那個qrt 它也是有講像grindle或groovy的內容 所以這邊大家應該不會太陌生 就是grindle是這樣去做定義的 OK 那大家有想到過 其實你的這個library呢 它其實是放在這個裡面 就是它在repro1.maven.org 然後maven2 你們看到的那些apache的library 然後你們比如說 你們在用bdata的一些library 它其實都會在這個裡面 大家可以自己用那個瀏覽器去看就知道了 所以上面會看到一堆 然後我舉幾個比較 大家現在可能看不太出來 可是我大概舉幾個 像是第一個 第一個叫http-climb 它跟其他的定義比較不一樣 因為你看像這個地方 上面是用abc去排的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大寫的h 那我在猜它可能是因為比較早期的 比較早期的library 然後它可能沒有遵循一些邏輯 因為我後面會講一些它我們這個上傳的一些原則 然後現在下面這個 Elext search的這個內容 對它這邊為什麼會這樣定 我覺得也蠻奇怪的 它就把org.exe search 然後後面加這樣的內容 其實應該來講應該是說 org然後斜線 它應該會就到下一個目錄區 對然後你們大家可以去上去看看這些內容 那我看到裡面是屬於tw開頭的 其實蠻少的 大概 因為tw裡面可能叫tw.com 然後再點某一些 某一些比如說人名或者是單位 對那個我看 以tw開頭的那個內容還蠻少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 聽完這個課可以多多去上傳一些library 對然後下面一些相關的內容 像這個是我的其中一個 去年我有講那個講lowback 在JD看我講lowback 像我這邊就發布一些lowback的一些東西 然後它的那個型態就是 後面可能看不太清楚啦 它其實就是 它是這邊是以每一個verg 當作你的folder 對然後點進去之後 就會有你的jad 跟你的那個tino跟md5的內容 OK這個是一般在maven2 就是maven這個 mavencentral裡面的一些檔案的形式 OK 然後來講一下說你要怎麼去 應該是publish一個library 那其實剛剛如果前10分15分鐘 那個短講有去聽的話 那個上面那個剛剛是何士宇的那一位 大家可以 因為它其實有附它的那個slide在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這邊是要想要補充一些它 它那邊可能沒有提到的一些東西 那我覺得它剛剛講的還不錯 大概可以去它的那個網站上面看一下 主要有幾個 第一個是library的命名原則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因為你要上傳到 mavencentral的那個地方去的話 你會有些固定的一些命名原則 像你的group id 因為剛剛不是講group id artifact id 跟virgin嗎 那這邊它一般是使用跟java package 是相當的命名原則 就是你把domain然後反轉之後 的那個名稱就是你的group id 那像那個廣網上面有舉幾個例子 像是spring framework 它這邊就是把org放在前面 spring framework放後面 然後這邊是那個oness.sf.net 像這個 那一般大家可能自己沒有自己的domain 或者是你是用github去做的話 那那個官網上面其實也建議說 也其實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把con.github 然後這邊會帶你的自己的username 這就是你的 你的那個library的group id 一般是可以這樣做的 然後像artifact id就是你的專案名稱 像我剛剛那邊舉的 比如說像我是用loadback 然後remind append 對那你這邊就是用那個dash去做區別 那大家常用到的像比如說你在用什麼 那個commons.io 什麼一些utile 他們也是大概是用 apache大概是用 都是用這種方式去做 去做 鑽寫這樣 那virgin的話 這邊後面會提到synthetic virgin 那可能就是比如說 一般是以xy例三個數字來做代表 對然後可能會後面 然後你會看到有一些library 它可能加snate shot 那個就是它沒有定 因為snate shot它其實不應該放到 正式的那個maven sensor上面 它應該是在開發的時候 在開發時做實用 對所以一般來講可能是 比如說像xy例這樣的方式 那要不要加個v呢 這個我覺得見仁見智 因為有些library它可能加v 有些沒有 像我們自己做那個 我們自己引用的一些library 它可能已經沒有加個v2.3.1 或是沒有加 這個我覺得看個人 對 好那為什麼會有各種不同的report呢 像大家常看到就是maven central 那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像這個beam tree 對它是可以放單一個使用者library的report 那這個 這個 它其實是jcenter 就是另外一個mavenreport 它 它所 就是 他們所管轄的一個report 對 那 jcenter 就是剛剛講的 用這個beam tree 所維護的公開report 那一般的使用者 它可以把自己開發的這些library 它可以直接同步到 這個jcenter裡面 那一般來講 我自己是用beam tree 然後把它同步到jcenter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 公司內部加nason server 或是artifactory server之類的 那它都是可以拿來做這個 那個一些report的下載 那當然如果你們是內部再用的人 那當然那些就是 只有內網才可以做存取 那再來一個就是大家 預設的default這種 是 那個sonar type所維護的 預設的report 就是maven center 那 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會把我的report 放在這個beam tree上面 然後去 重步到jcenter 然後 它其實 那個beam tree 它也是有一些簡單的一些介面 讓你去同步到這個maven center上面 可是一般 一般來說 大家可能預設都是用 像剛剛講的這個maven center 那為什麼 還會有這個jcenter的出現呢 那一般可能會是說 因為你的library 因為那個maven center 它不是很好用 如果大家有自己上傳過library的話 它會知道它其實要 要下什麼一些key 然後它的UI 那些介面 其實都很難 很難操作 對 所以 還有你光是要 你光是要新建一個group ID 它就是來來回回 要花個一兩天的時間這樣子 那我等一下可以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 跟那個sonar type他們這邊 有一些輸信的往來 好 所以 這兩種去做比較的話 那 Vivin center是對開發者不友善 因為 等一下看那個畫面大家知道 其實它很 我覺得蠻亂的 不是很好用 然後 因為有些安全性問題 所以 大家如果是這邊開發 有Android的朋友的話 他會知道說 預設的那個report 它是改為 那個jcenter 然後括號 大家如果在寫Android的話 應該都知道這件事情 對 那為什麼用jcenter 因為它其實有CDN 它下載更快 對 然後 他是說jcenter 所以 在 maven center 上面有的 jcenter 應該都會有 對 好 那 其中有幾個東西 如果我是用 maven center 去做 做library 去 上傳的話 那有幾個東西要注意的 第一個是要去證明 你這個group id 的 的擁有權 那我這邊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 以我們公司為例 我們公司是三族 英文是mitake 然後 然後domain是叫mitake.com.tw 所以那個時候 第一個是不可以用mitake當作group id 因為 那個官方上面就說了 你必須要把它reverse過來 就用tw.com.mitake 這樣子 好 可是你必須要去證明說 你有這個的使用權 因為你不可能隨便 你就上傳一個 mitake.com.tw的library 所以 他那時候就跟我說 我可以用Gmail的方式 然後去代表說 我其實可以在 在上面做一些操作 講太乾 所以他其實是 可以這樣的方式去做證明 那第二種 那第二種呢 我剛剛第一種要再補充 一般大家可能會 比如說 你在開發Java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 你可能不會用tw開頭 你可能會用.com開頭 好 所以你這邊也要注意說 如果 像我之前在開發 我們公司的library的時候 我是用.com去開頭的 .com.mitake 然後 後來我就發現 我上人送你之後 他就跟我說不可以 因為 .com.mitake 其實我們是 好像 我們公司好像沒有 沒有這個domain 所以我們去用也沒辦法用 所以必須要注意說 你們的那個 那個 那個擁有性 擁有權必須要注意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種是 像我去年有講那個 log push 就是用log 去記一些相關的內容 那他的domain是 叫log push.io 所以當然 我不會用log push 當group id 可是我可以去用 log push io.log push 當group id 可是你要 一定要證明log push 是你可以用的 所以 像這個時候呢 我也可以附上 我的那個 我就把我的 go daddy的那個 那個 資料附上去 所以其實我是 他的擁有者 所以我可以去 證明這件事情 ok 好 那 好 那這個是 一般來講 你們在上傳到 Maven Central 這個Lib的時候 會注意到的一些 剛剛注意到的一些 東西 那其實 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可以上傳到 一般的Library 可是這個就是 它不是上傳到 Maven Central 也不是上傳到 ZCenter 對 那就比較容易的去做 去分享你的這些Library 那大家可能有用過 它其實是叫 它其實是叫 那個Jetpack 對 這個東西其實 它是跟那個 Git所整合在一起 對 那它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那之前我有寫一篇文章 去年的時候寫一篇 那我今天就 稍微來講一下說 這個Jetpack 它 它的用處是在什麼地方 它其實是把 一般我們在做 Git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時候 Push到 GitHub GitLab 或Bucket上面的一些 然後去把它 發佈這個Library 那做法呢 它就是像 你可能是用一般 用Hook的方式 用Hook的方式 把它做 做Maven Build之類的 那它可以把它 把這些東西 可以編成Jart檔 或是AAR 對 AAR就是大家在用 Android的那個Library的資料 那它可以整合 那個GitHub的一些 一些功能 OK 那 如果你是要把 那個 你的Library 送人到那個Jetpack的話 那 那寫法是這樣子 你的Group ID 你是要用 你自己的 那個 con.github 然後後面是你的 那個 GitHub的那個帳號 然後這個當然就是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 project的Name 然後 Virgin 跟 Packaging 然後後面其實要注意 你的那個 那個Repository 後面就是要 改用Jetpack.io 因為你是送人到 他們那邊去 對 那他們會 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去做 做Publish 然後他 當我們 在 那個 我們 com.me完 Push上去之後 那Jetpack它其實就會 發現到這件事情 它就會去幫你做 幫你做整合 然後就幫你把 它那個Library 就build出來 所以你就會有那個 Jar檔可以用 那我跟大家Demo給大家看 那其實速度還蠻快的 那另外一種是 你用Grandle的方式的話 它其實也是類似 就是你要去apply Plugin是Maven 然後後面就是 長得像這樣子 意思跟剛剛那個 Maven的方式其實是類似的 好那 它這邊比較好玩的是 它的Virgin定義其實 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剛剛看了嘛 我們只有講 Grooper跟Virgin 而Grooper 它這邊的Virgin 跟我們實際上的 那個Virgin 它其實還有更多的 不同的定義 像這邊 比如說我可以在 如果我在Maven那邊 Virgin裡面 如果是下tag的話 那我是push之後 我的那個JPG 就會把 shows code 就直接build出來 它就可以 使用的就可以直接用 對 我等一下直接試一試 大家都知道 什麼意思 或是你可以用 你的Git 的那個share1 commit的那個share1 那可是它這個push上去之後 它是不會直接build的 因為JPG 因為你可能上傳了 100個commmit 你不可能100個commmit 都要JPG 幫你去build這個東西 你會100個library出來 所以它一般 是不會這樣子做 它是說 如果你在你的 你的那個 專案裡面 如果你有用到 這個share1的話 那它server就去連 連到它 發現沒有 沒有這個share1的library 所以它就會去幫你 把它build出來 對 所以就第一次 它會幫你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 你是用這種方式 後面 branch 然後jax.nature 那它其實就是把 那個git的head的概念 就是把它轉到 maven的snature 的意思是一樣的 變成是說 你可以把你現在這個branch 最新的版本 然後把它 build成你要的那個library 所以這個等一下也可以試一下 給大家看 好 那我就demo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jpg怎麼用 好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snature type 我跟他們的那些 之前的一些交談的內容 像這邊 這個沒有 像這個啊 我之前寫一個 就剛剛講的那個 lowback的 raymine的appender 然後它就跟我說 我的那個top-level的group-id 因為我之前已經有 有用過了 有開過了 所以這邊它其實不用再開了 放大一點 ok 這個放大 它沒有rwd 可能 有點 不是很好 好 等一下 所以我不用再 在做那個group-id的建立了 好 那像我這邊有一個 我們公司的 他就跟我說 欸我們公 我們這個metake 它不是一個 合法的group-id 所以它不可以拿來用 對 所以他就跟我說 你或許可以改成像 con.github.mitake.tw 因為我們公司的那個report 是 metake.tw 然後 後來 他就跟我說 欸我就跟他說 我已經改成 改成tw.com.mitake 可是他就跟我說 他去查whois的這個資料 發現這個已經有人在用了 然後說要我去證明說 這個東西其實是 我可以去control的 的東西 的 的 可以去擁有它 然後我就跟他說 欸然後我就去寄一封信給他 這邊有講嗎 他說可以用 從這個 這個domain下去寄一個mail 然後來這邊證明這件事情 然後來這邊證明這件事情 他就幫我 幫我開啟案 對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 我剛剛講的logpush 然後 他一樣他就問我說 欸你是不是有logpush 我是不是owner 對 那說如果不是的話 你或許可以用github的方式去做 因為github他其實不會去演這個 對然後後來我就給他這個東西 OK 我是logpush 我是去買這個domain的人 所以我是擁有者 所以他就讓我去做這個 然後就說欸這幫我建立起來 OK 好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 這個網站 那我 我開一下 簡單寫一下 我昨天 這兩天已經上傳了一個library 然後我再去做一下變更 那我昨天本來想要 試著用那個jpg 然後去弄android的library上去 可是我發現 這邊有寫android的朋友的話 應該會知道他的那個 有時候 那個像我這邊出現這個問題 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解 然後有時候在 他的那個support library其實很麻煩 昨天再解這個都解不掉 我就放棄 對 那我就用maven的方式來測給大家看 好我這邊有一個叫StreamUtl的 然後我這邊寫一個新的 新的Maser 那我看得到嗎 這邊要到 這邊要到團夾裡面 所以比較好 我這邊就是把那個Stream的Lens把它印出來 就是用一樣的方式把它印出來 然後我把它去做一下 這邊就是剛剛講的 我下面的這個Repository 我這邊就是叫jpg 把它放大 應該看得到 應該看得到 然後上面這邊呢 就是你的這個 groupid artifact id 就是照這個名字去定義 好然後我去 那個maven這邊 我去那個git這邊 然後這個時候把它booch上去 然後我們回到 jpg這個地方 它就會說我有些commy 像這個就是我剛剛新的commy lens mason 這是我剛剛新加的 好然後我去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專案 我去開另外一個專案 好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去用 我這邊可以用很多方式 像這邊是我昨天測的 我這邊可以加一個 把這個東西貼上去 好然後這邊就ok了 好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 你看這邊它就幫你有一個出來 剛剛這邊沒有log嘛 那這邊就會跟你說 那這邊就會跟你說 這我剛剛的那個maser 然後它有些參數 這參數大家可以上jpg的那個網站 jpg的網站去看 它跟我說我view了一個這個東西 它幫我view了這個東西出來 對所以我在我的m2裡面可以看得到 好就有剛剛這一個 這個就出現了 ok所以像我現在如果這樣用的話 這邊就可以搭 好所以這邊就 這個3就出來了 那它就是它就直接從那個 jpg上面去把它拉下來 ok那其他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像我剛剛有講到說 我這邊如果是用release的話 像我昨天有做了一個0.1.0的 那如果我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剛剛這邊 這個maven這邊 然後我去push它的話 然後回到這邊來 好它這邊就幫你2.0就開始了 然後這邊它會自動幫你view 它跟剛剛那個shout1的不一樣 它這邊會自動幫你view 因為我剛剛說 一般來講tag它就是一個新的版本 新版本出去的嘛 所以它會幫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的內容 就一樣它也是這邊 也是有新增一個lens的這個 對所以你可以用b2.0.2.0 這樣去用它 這邊可以這樣做 好那在這邊也成功了 所以你看你這邊的 這個library這邊 它就會寫到說 你這邊其實有一個 0.2.0的 對然後這邊sauce code都有 這個大概是JPEG 大概是這樣的用法 那我覺得它蠻好用的 是因為說 它不用像我們的那個 JCenter 或者是maven sensor 你要畫一些比較 就算JCenter 它自己是說 它的那個 那個UI的使用比較方便 可是我覺得還是 還是沒有到非常便利 那maven sensor就更不用說了 它雖然是大家的default 可是它其實是非常難用的 那JPEG它其實是可以 很容易的去放到 你的publish出去 只不過是它 只不過說 你有一些東西要做調整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你的repository repository這個地方 你記得要加上去就是 那其實因為現在大家在 在用那些library的話 一般也都會加額外的 像我們自己在用那個 我們HBase 我們是用cdh版本 我們就用cdera的 那個repository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 自己加一些內容上去 那這樣其實是你要發布出去 給一般使用者來用的話 我覺得會方便許多 然後這邊有一些 它也可以用sbt或是這個 這個我是沒用過 然後這邊有一些相關的內容 這邊會說你已經有了這一些log 它已經有view這些出來 所以你們這些都可以用 然後commit也這樣子都可以 好這邊大概是長的像這樣子 好然後再回來這個地方 所以一般來講說我會 如果我自己在用的話 如果我現在是 不是比較正式的library 我會用jpg去做publish 可是如果是想要讓更多人去用的話 我自己的建議還是會想要說 上傳到maven center 雖然它很麻煩 可是因為大家default就可以用 對所以我自己是這樣想的 好那jpg它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像它可以其中提供下載統計 可是因為不知道是因為我那邊人 因為我才剛上傳 而且昨天上傳的資料人比較少 所以現在那個資料可能不齊全 所以它這邊就沒出現 然後它有page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有出現一些 那個status的狀態 然後你可以用private report 那當然這個要付費了 它可以提供JavaDoc的hosting 然後這個我覺得也蠻好用的 然後支援bucky跟gitlab 然後如果你自己在用grendle的話 它可以比如說你可以1.0.加 這樣grendle它就有這個 Dimerical version的方式 然後你可以支援custom domain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它可以只分享library 可是不分享sort code 像我知道 我記得那個maven center 它好像是你要放javaDoc上去 你要放sort code上去 所以它就叫你 基本上要產三個jard檔 第一個是你library的jard檔 sort code的jard檔 跟你的javaDoc的jard檔 所以你要產生三個檔案 對像這邊jpg 它就可以只分享其中一種 好 那這個是jpg這邊的東西 然後再來要講一下說 我們在上傳 在開發library的時候 有些東西要注意的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這個 那個synthetic version 對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說 它其實是大家常見的版本 比如說x.y.ly 那有些人它可能是透明自己在家 就是它可能會有四個版 而不是三個版 那synthetic version呢 它就是把它定義為 這也不是也不具有強制力 可是是大家都比較去 用這個方式去追尋的話 那大家在操作這些library 其實就滿方便的 像大家知道 如果你們有在寫其他的 其他語言的話 像Ruby 然後Nodejs 它等等之類的 他們都有用這個方式去 去dependent你們的 那些library在上面 好 那它分了三個 主要是分了三個版號 第一個叫主版 次版 跟修訂版 那三個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是說 主版號它是不相容於 不相容的API 比如說你現在 有個API 它可能在1.0的時候 它可能可以用 可是你到2.0的時候 它可能換了一個新的形式 或者它完全換了一個新的行為 那這個東西呢 你如果還要再讓它叫做1.0的話 或是1.1 1.2 那它其實是差異滿大的 它其實就不相容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會把它升到主版號 就升上去這樣子 那次版號是說 向下相容的功能新增 像我剛剛的Stream Util 它不是有一個Exempty 我這邊是叫0.1.0 那我可以再加一個次版號 我多一個叫Lens的Macer 因為它只是增加一個新功能 它並沒有影響到原本的功能 所以這個時候我只要增加次版號 叫0.2.0就可以了 而不是0.1.1 因為0.1.1 它其實就是向下相容 這個問題修正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剛剛我的那個Exempty 它如果有bug的話 我其實應該把它修掉 如果是 如果我現在這個release 我只有修這個bug的話 它其實放出去的那個版號 應該是叫0.1.1 而不是0.2.0 因為我其實沒有加新功能 我只有修正問題而已 所以這個版號 基本上是這樣去做定義的 好 那有些其他的東西 像大家可能有些什麼alpha beta 或是後面有加一些 相關的一些compile的資訊 像你可能會把你的shot1 那個Git的shot1的資料放在上面 這個也ok 可是它其實不可以影響到你的主板 這三個版號的那個 的命名原則 你可以把後面用一個dash 或是用一個加號去把它做延伸 好 那一般來講呢 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我們會用0.1.0去做為初子化的版本 然後一直去遞增那個翅板 為什麼是這樣做呢 因為你們在開發 比如說你在開發一個 像我剛剛開發那個library 可能我 現在我就想要先把我的Assembly 放出去給大家用 那我就可以先用0.1.0 就丟出去 那可是 因為你還會持續再加 所以你後面應該是加在次版號 因為你是加功能 那為什麼不加在1.0.0呢 因為一般來講 你會加到 主板號有做變更的話 應該來一般來講是說 你其實已經覺得說 它其實是可以正式發佈出去了 因為它還沒有到1.0版 因為一般來說 可能會覺得這樣的東西 你沒有到1.0可能不是很多人會去用 所以你把它升到1.0的話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你這個東西是相對成熟的 大家就會去用這個 那你自己會比較注意說 我已經升到1.0版了 對 然後你這個東西是可以去發佈出去的 所以一般來講 這個東西是說 你在1.0的版本定義是 用在正式環境上 然後穩定的API可以被使用 然後你現在要開始擔心向下相容了 因為如果像我剛剛的exempty 如果我可以隨便去改它 那這個車可能還沒有很多人用 對 那我就可以隨便去改 可是如果說到時候 然後一堆人在用你的這個exempty 那你是不是就開始要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 應該要把它升到1.0版了 對,這樣可以避免說 你自己也不要去亂動這個Macer 或是其他一些功能 對,也是為了讓自己去開發的時候 去定義說 到底哪些 哪些是相往哪些不相往的這件事情 對,所以這邊是 Zimulic revenue其中1.0版的定義 對,那 如果你在 就我剛剛講的嘛 如果你主板號是0 是為了快速開發 對,那 因為你每天都在改你的Library 所以你的主板號應該還是為0 除非你後面開始慢慢的Stable 你才會把主板號升上去 到1.0版這樣子 對,那如果說 你把一個不相容的改版當成4版號 因為不相容的改版 它其實應該是要升到主板號 對,那可是這時候怎麼辦呢 因為像如果你是寫Nodes S 你是寫Ruby Innotate就有NPM 那你就會發現說 你這樣的版號 其實對於用你Library的開發者來講 它會覺得說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它可能要另外再發一個次版號 當它去升版的時候 它要把這個問題做修正 這個是屬於Zymbolic VIRGIN 它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再來你在做開發的時候 因為你沒有用版控嘛 所以跟Kit相關的一些branch的操作 那這邊有一些 這是我自己的整理 一般來講 你的Library不會自動更新 因為可能你現在是在用1.0.2 比如說你是叫這個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使用者 他可能在用1.2.3 有兩個不同的版本嘛 那可是這兩個版本 它是不會去互相做影響的 因為1.0.2它不會自動升到1.2.3 所以這個時候它不會是自動做更新 而且一堆人在用你的不同的版本 所以這個時候要注意到就是 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你在每次每個次版號都要開新分支 因為次版號是說你功能 你功能是新增功能嘛 那這個時候當譬如說你的1.0.2 你有問題之後 那你應該是新增一個branch 它應該是叫1.0的branch 然後你可能會有bug的話 你就會一直去改 一直去改它 然後所以你的1.0的這個次版號 你就不用怕說 你只有一個branch可以用 因為一般來說 你可能會有一個叫master的branch 那你的新功能都在master上面去做開發 所以這個時候會變成說 你會發現 如果你都在master上面開發的話 你原本用你1.0的這些使用者 他只是單純要修bug的話 他只是單純要解決 要用你修好的bug的這個branch的話 他就不知道怎麼用 因為你的版本會一直升上去 所以一般來說 可能我的想法會是 就是把1.0當作一個branch 然後1.1又是另外一個branch 然後就是持續去修它 對一般 因為一般使用者 他會想說你可以把bug修掉 他可能不要新功 他只要把你的bug修掉就可以了 所以我自己想法是說 次版號都去開新分子 然後重大變更要去確認這個 它是不是可以想用舊的主版號 這個就是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再來呢 其實現在網路上 他其實有另外一篇文章 就是在一個網上是叫 Keep a Change Log 他就在講說 你要怎麼去維護你的這個Change Log 他有些原則 那我這邊大概也分享給大家看 那個Change Log它是給人看的 它不是給那個機器看的 對 因為你可能要發布給大家用的話 我不可能說我要發布給 因為人看還知道 我是不是要用你這個新版本 所以它是給人看的用 然後每一個版本 它應該都會有一個獨立的清楚點 就是說 我等一下也可以demo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會有一個 你都會有一個 用Markdown寫的話 都會有一個那個heading 就是可能是heading2的方式 然後去1.0 然後1.0.0 1.0 2.0這樣子 然後相同類型的變更要分組放置 對 這個等一下也是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的寫法 然後 新版本寫在最前面 因為你會發現說 一般的開發者 他當然是要知道你最新的變更 所以當然是放在最上面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把它寫顛倒 因為你放在最下面 其實大家翻到後面就不知道 到底是哪個才是你的最新 然後記得要標明那個發布日期 然後這個發布日期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一般來講可能有些人會用自己定義 比如說 YNNDD 或YDDNN 或 DDNNYY 這一堆形式都有 所以他們是建議說 是用 ISO的標準 然後就是用 YNNNDD 方式去標明這個日期 然後版本命名就是要遵循這個 Synthetic Verge 然後有一些東西 比較寫得不好的 Qing Log 他其實有幾個東西要注意的 第一個是直接用 Git Log 因為像 像以我們 我們現在開發的這個 這個軟體來說 我昨天在要上版的時候 我發現到 我這個版號 我1.8的這個版號 跟我2.0的版號 中間其實我做了蠻多的修正 蠻多的開發跟修正 然後我發現這兩個版本中間有900多個抗密 那你不可能把900多抗密放在 把Git Log直接把它秀出來 然後可是我回去對到我的 我的 因為我們用RAMINE去管 然後對到RAMINE去管的話 其實我RAMINE裡面只有150個左右 對 你相對比起來 你的150個 其實就稍微少 就減少了很多 那你再用這150個的 這個issue 然後去整理說你到底哪 因為有些可能是可以合併在一起 因為你 如果大家有RAMINE 大家可以知道說他可以開subtask 開subtask 開subtask 所以你可以把它整理出來 所以你就不會說 你就真的有900多個或是100多個 就可以再把它做grouping起來 所以應該來講是不可以 不要直接用Git Log去秀出來 這樣其實是蠻糟糕的 然後再來是 你沒有寫那個deprecation 就是說 有一些library它的Macer 他可能這個已經 這一版 他會開始說 我下一版可能就不用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就是 這個東西 因為你總會有些Macer是用不到的 所以這個東西必須要清楚的 跟用你的這個使用者講 要不然到了下一版本 他發現這個沒作用了 這樣其實就不是很好 然後再來一個是剛剛講的 那個ISO的日期格式 這幾個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 我覺得第二篇還不錯 因為第二篇好像是現在 大家其實都是看第二篇 然後去上傳你的library 到J Center跟Maven Central 然後這第三篇是講說 你要怎麼去命名你的library的方式 然後後面幾個是 Ginglog跟SyntheticVirgin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SonaType的 那個官網的內容 OK 然後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的粉絲頁 然後裡面有講一些跟 跟軟體開發相關的東西 然後歡迎大家多上去按讚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跟我們K1來詢問 這個有關的人也可以問 因為 主要有講 大大你好 我想請問那個JPAC 它如何 如果要開JPAC跟Github整合 就是整在一起的話 請問是有什麼步驟呢 大家都有用Github嘛 所以你只要在這個地方 只要你Push上去之後 你這邊是 因為這邊一開始是空的嘛 然後你只要你Push上去之後 然後你把你自己的report的那個名稱 比如說像 比如說這個好了 我這個是沒有用JPAC 我這邊 我這個有 像我這個有用 然後我只要把這個UIL 貼上去 然後就幫你找出來 那這邊 它這邊是有出現 那可是 如果你還沒有做 像我剛剛講說 你只有tag 它才會自動幫你build 對 像這個時候 你就會發現 因為它一定要是 你自己的名稱 但這邊也是要你自己的 它才會去幫你做對應 對 所以其實它也沒有什麼做太多的連結 只要你這個地方 有打對名稱 然後你在Maven那邊 你去引用到相對應的那個Library的話 它就自動幫你連起來了 對 所以不用 沒有什麼其他太複雜的東西 然後這邊 這邊 稍微分享一下 這邊有個Pricing 然後它有講說 這邊嘛 JPG是free的 對public來講 然後 private當然是要付費的 那如果是個人的話 一個月是9塊 9美 然後它有3個private report 然後可以做JavaDock的hosting 對像我 我這邊就有一個 看一下 我這個不是 因為它其實 它那個JavaDock hosting 它就會變成是 點下去它就直接幫你產 它就直接有這樣的網站 幫你出現在這邊 那我這個是用那個 別的Library 別的那個套件去產出來的 對 所以 它也沒有什麼太 太複雜的 那個操作方式 就是單純就只是 你把它 那個report設定正確 它就幫你自動連起來 對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它裡面有些 相關的內容 主要是有一個Android的部分 我覺得 有一點小複雜 如果你要publish Android的Library的話 那 應該說主要是 用跟Grindle有關的話 其實就有點複雜 特別用不同的方式 它要 用別的plug in去做 因為如果你是用 一般的 一般的Maven的話 它這邊 它這邊是只有 加plug in 這邊是直接叫Maven而已 就沒有這麼多其他 額外的設定 對 大概 大概是這樣子 OK 然後 這邊 symbolic version 它這邊有 它其實也有中文的介紹 那 CableThing Log也都有 那我這邊想順便 就是 就是推廣一下 其實 大家如果會 想要去 開始做Open Source 要去貢獻的話 其實如果 可以先從簡單的 翻譯開始 對 或者是改錯字 因為像 像這類的 Symbolic version 跟這個 Keeper Change Log 我都有在上面去改 對 那你就不用 不用會寫Source Code 你只要會改內容 然後你就可以發PR 到Keyaba上面去 它就自動幫你 等到它審核過 它就自動幫你 幫你mudge進來了 對 所以你可以 要做開源 最簡單的貢獻 就是先從翻譯開始 對 這是二外一體的 對 它不知道 當分什麼其他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想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再次謝謝Keyaba 精闢的分享 謝謝